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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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淘湾黑白党》 今集我们又找到丹利尔 和大家一起招呼 大家好 还有神秘的老温 大家好,我是老温 今次讲一下 美国没什么提过的东西 不如说一下 台灣打工的文化 无论我们听众里面 上来台湾打工的也好 或者上来开公司也好 我想都需要知道 在台湾的打工的文化 这两位就很熟 因为他们又打过工 老温也自己做了生意 又请过人 我打工就没什么可以分享到的 因为我上次打工已经是二十多年前讨书的时候 做功读生而已 接着还没打过工 但是我也叫请过人 也可以分享一些 请人上面遇到的东西 总之简单就是说一下打工的东西 打工就是遇到的东西 各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题目 其实很少人会提到的 尤其是之前我说很多都是移民 如何开公司的东西 但是很少了解到 在台湾有些打工仔 他遇到的问题 遇到他的文化 或者他有些 譬如办公室政治很多东西 其实跟其他地方很不同 很多东西 跟香港都不一样 那些我们不说 香港的东西 我们尽量解释 给大家知道 分享 了解一下台湾打工仔的文化 好似大公司 他们的文化就是 因为很大间公司 就变成很多不同的 可能有些上万人 就变成不同的 不同的location 有分公司 或者有不同的部门 他们分工分得很小 就变成说 有些东西 你就不要去知道 其他部门就不要了解那么多 是的 也不会让你知道那么多 我们台湾人常常所说 一个大机器里面 有一粒螺丝钉 但是这一粒螺丝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了螺丝钉 整部机器就会散开 就是运作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就很具体的 去做某些工作的内容 就是做好你的 做螺丝钉的角色 就是那些工作的部分 你就专心做好其中一个部分 但是只是其中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是 我举个例子 好像一个生产的工厂里面 工厂这样的话 一个产品 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到出去 可以成品出去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只是做其中某个部分 但是你是不知道他前面 和后面的东西 这个是大公司会 他经常都会发生的事 但是小公司就不一样 小公司就不一样 小公司就可能就是 只有几个人 或者十几个人 大家都熟了 很熟的 这样就变成说 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会 如果有一些同事 放假 这样的话 你要 cover他的工作 大家就会比较知道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 你会什么都要兼顾了 就是三头六臂 就是你可能都是要饭饭 都要熟一点 都要去cover到 这样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过就是 台湾和香港的上班时间 就不一样 台湾和香港的上班时间 台湾的集馆都是八点半 八点半上班 六点下班 或者看不同的公司 有些工厂是很早的 工厂有些八点的 七点半八点都有的 有些早开工早收工的 有些比如台北的那些 正常都九点的 九点 都九点很正常的 只要九晚不多 我们这个 我们就八点半 接着到十二点 接着就一点 至五点半 这样的 中间休息的钟头 其实台中很多很典型 都是这么长的 八点半九点 为什么用八点半呢 其实就是想避开一些人潮 有些九点 我整栋办公室 都是大部分九点上班的话 你就坐升级 我想坐升级十几分钟 在楼下等 不如早半个钟还好 那你就可以收工又慢一点 或者快一点 遲半个钟 我不知道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这些服务是导向的 可能有些客人 你九点就开始联络你们 你九点找不到人 以为我收拾了 那就大劲了 是不是 都要兼顾一下各方面的 正常来说 一般来说 台湾大概是八点半 上班到九点左右 是八点半 九点左右 都知道的 因为虽然我没有正式打工 因为我有送年轻回学 是的 他读幼稚园的 其实是八点多 但是如果过八点半 没有什么车 街上的车就正常回 8点多之前 整个街都是车 是的 电单车 汽车 塞到爆 不过刚才Daniel 讲开大公司的运作 为什么 就是说 很多部门 你是负责一个小小的 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其实他是有策略的 是的 一些公司 讲到很多 其实他本身 有机密的东西 是的 他不可能 一个人 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东西 就很危险 是的 台湾人都很聪明 很多 他分了很多部分 各自知道的东西 是不同的 等你不可以那么容易 你还一片头 全部的东西都给人家 这个是机密的问题 他会拆散了 很多部门 拆散了 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就比较 工种比香港多很多 多很多 民製造业为主 是的 香港 就来到那几行的 服务业 服务业为主 金融服务 台湾就制造 有工厂 有商业 有很多 部门很多 有很多 结构 你想做什么 都可以找到 是的 我想起 你突然说工种 这个问题 我记得那时候 我读学 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每年暑假 都有人 找一些工读生 去上山做事 你知道吗 上山 上山 我也做酒楼 你不知道 而且很好找的 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 我应该告诉你 他是去 他是去 那些 摘梨 哦 梨山摘梨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采收季节 是的 梨山的梨 我也知道 是啊 我们学校很多人跟着去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的 有的 很好找 但是很辛苦 做酒楼很辛苦 我记得那时候 是 整个弯腰的 一天是两千元的 是很高的 很高的 非常高的 那你採收了 那一段时间 但是问题很辛苦的 你整个月都住在山上 弯腰 是的 第一 那些地方可能没有设计 山里面 没有去过 每天是 你也去过 我有去过 你还打过工吗 没有 不是 去玩的 你知道这些工种 我知道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去梨山那里 是有一次 駕駛电单车环岛 是的 那样就駕了上去 那样就 駕了上去 然后上班 没有 在上面睡 在上面睡 原来我旁边的房子 全部都是那些 大学生来的 是的 而且是一些 平地人来的 不是山上的 是山上的原住民 是 因为他们就是季节性 刚刚就是要 暑假 是的 它就是一个月 如果一天有两千 一个月吃六万 很厉害 整个山头都是水果 你就算一千 也三万 已经高了很多 我知道 一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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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学生 就是二十四小时 採集都没问题 收两份的工资 二十四小时 应该四千元一天 是的 很笨 的确有这些 我一想起 之前不是很流行 澳洲那些 打光度假 如果台湾开放这些 都挺过瘾 是不是 你譬如其他地区 香港或者马来西亚 哪些东南亚的人 暑假来 帮忙採收 都好 真的 因为很少人做 因为太辛苦 不过台湾 要先保障本地就业 是 所以香港 那就顺便说 香港人 是不可以来台湾做这个 暂时未有 是不合法的 是吗 是的 有时候也有些朋友 群组都被问 是 我去哪里做这个 打工换梳 可以吗 答案是 不行的 嗯 我告诉你 捉到呢 之前我见过有人捉过 有香港人是被捉到的 是 除了即时离境之外 是罚两年之外禁止入台湾 哦 是这样的 好像连雇主都要罚了 雇主应该也要罚了 是 有的 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都是要申请工作证 工作证 工作证是离开胡子 即是没有打工 悶需一样东西 嗯 那说回办公室 或者打工的东西 其实台湾人多很多 什么乡籍的派系 例如说 梅苗栗一派 高雄一派 因为我在大陆做过很多年 他们会有分的 这班是山东来的 那班是四川的 有一堆在一起 分党分派 其实台湾 可能地方比较小一点 台湾就是这么大 有 当然 大家可能住的地方不一样 有些可能中南部上来的 或者有些是 我们是本地的 譬如台北人 嗯 有些台中人 有些花莲人 东部 因为东部 其实就业少一点 这样就会过来 好像没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 不会的 我觉得都不会的 可能怎么说 大家都是说 同一个语言 地方小小 大家都是文化差不多 差异不大 我觉得都不会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之前很流行 听到政论节目 南部 北部 那些 天龙角 那些很流行分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 属于政治语言 在政治上 它是要这样分的 但是我一般生活上 其实很少人说 什么南部 什么绿营 就是不多 不会怎么去分这些 所以这些我都是 比较偏正面的 就是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 才会用这些 我觉得 一般不会 只不过就是 譬如说 如果是住得比较远 少少 住花莲 或者住南部 有时候过年过節 有些台湾 好像五月尾 又清明节 又放四日 下星期 有时候有些僱主 有几人性化 就是说 今天星期五 明天放假 你早半个小时 你先走 你先坐车 是啊 这些人情迷 其实我公司 都是在承认这些 有时候 连续假期 或者过年 有时候 随值 之前那一天 因为我有个 同事 他就是住台北的 那我就会 提早 你提早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也有可能 因为长假之前 是很难坐车的 而且很堵 都很堵 我宁愿不争 就算给他福利 也好 也不争取一个多小时 他感觉上 又比较温馨 觉得这个老闆 很贴心 很照顾员工 那我就叫他提早回去 是的 甚至在香港也有 曾经 也有 我不知道现在多不多 我在香港打工的年代 什么圣诞 中秋 那些 很多都收四点 提早给你回去 当时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今时 那十几年 都已经 不知道今时那天做多不多 现在都不迟了 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也遇见 那些仆街老闆 他那天做冬 那些朋友四点都放了 到六点 即是下班时间 他今天做冬 早点回家 早点 下班也不要说 我心里当然笑着他 怪不知早点回家 他的意思是 你不要加班 那么辛苦 做得正好时间 先走 不紧事走 第二天才再加班 那些意思 刚才说的情况 香港多不多 真的不知道 有提外说 那些人价 香港是不流行的 台湾是很流行的 是的 譬如中秋 他今天是星期二 譬如今年中秋 举例 中秋是星期二 政府就会调一日假 你放了星期一 他可能调你 那你下个星期六 回家 星期六 補回你星期一 但你就连续四日假放 是的 这个很有人性 我觉得值得赞赏 是的 清明节 好像今天的清明节就是这样 有时你放假 断下断下断下 等于 等于不要放 但是台湾比较真的 这个挺好的 做得 政府带头 当然 他就说 前一年已经计划好了 某些连续 差一天 他就给你 找第二天保 这个是有的 这个挺好的 这个是不错的 现在台湾就是 香港还没有 全部实行 台湾已经是一个 五天工作周 星期六 我没做过 香港多年没做过 五天工作的工作 所以就是变成说 好像 举个例子 今天的清明 就变成 清明好像是星期三 四二 星期二 星期一放了 但是就是 之后的星期六要上班 補回一天 補回一天 但是就可以四天 有些住比较远的 就可以回去 跟家人庭聚 四天都好用很多 有些很喜欢出去 外国玩一玩 四天就刚刚好的 近一点的地方 当然 东南亚香港 ok的 对于打工 真的不错 我其实对这个政策 是反感的 但是我觉得 站在打工的立场 我是觉得好 是啊 人性化的 这个世界不是为我而生存的 这个政策是好的 我的反感是什么呢 因为整天放假 我有时候去北部讲波 试过忘记了这些年假 买不到飞 哦 是啊 上不了台北 就是刚刚年收价 那天 买不到飞 几惨 是呀 等了很久 全日只有一班 一班两班车 只有一班高铁 巴士也不近 买不到 高铁还要站 站 一件事 如果就买回对号座 早上七点钟 上台北 那我晚上十点才说 是啊 所以我是对这个政策是反感的 只要连续加企的话 就很难订车票 所以一定要预早知道 但是我 我不会是什么都反的 这件事其实 对普遍来说 是好的 对大多数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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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过前两年 有一年过年 九日 是啊 真的 哇 多夸张 嗯 多开心啊 九日假 我在香港 放假放到牛 没试过 那也是 真的 其实一个现象是这样的 每次过年 在台湾都是这样的 过年大部分都是在二月的 是 即是農曆 即是国历二月 二月上班的日数是最少的 每年都是 在台湾 只有28天 28天 还有过年已经佔了大约一半 九天 九天已经不见了 28天已经减九天了 还有一样东西 228那天是放假的 放了又年交 又年那三五天 都有可能的 是啊 再年三天 其实就半个月 只有十天 是啊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回十天 哇 十天就可以拿了整个月的粮 很棒啊 是不是 很开心啊 但是呢 做老闆是很惨的 那月那个业绩是最差的 你明白吗 只有那十天 你做得到什么 担不了业绩目标 是啊 所以每次二月份很麻烦 还有一样东西 是 二月呢 多数都是给那些bonus 是 奖金的事 年终奖金的时候 收入已经少了 还要给很多钱 是 还要拿一块出来 超支得很坚的 老闆全部都坏口坏面 是啊 真的很搞笑 这个现象 大家做打工也好 就是要了解一下 老闆的心境 那个月份 应该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打工很开心 但是打工很开心 是啊 是啊 这个现象是前所未有 很多地方都未必有 我不知道 但是台湾这个很特别 因为我已经是亲身经历 每次一到二月 哇 那些业绩跌成半年以上 大哥 很大 但是支出呢 是两倍以上 哇 那时候怎么办 大家要知道这个现象 我觉得 那些年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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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八个月 八个月 四个月都有 银行 都六个月 是的 那些是很高的 那些是很高的 那些很厉害的 那些很厉害的 以前那些很厉害的 分红 那些股份 但是如果是传统行业 就不同了 我知道好像传统行业 大部分都是半个月 至三个月来都有的 是 就不会很多 你超过两个月 其实很厉害的 那也是 传统行业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利润又不高 但是呢 正性就稳定 是 就不像那些 科技业那些 大起大落的 是的 随时可能这一两年很稳的 但是第三年之后 就开始裁缘了 有可能的 是不同的方式 所以 他就希望 赚钱的时候 要快点 铁住别人 不要让他流走 赚多些钱 所以他会给很高人工 但是一到 跌得下来 那时候 就很厉害了 就会吸人了 但是传统行业 就比较没有 比较稳定 稳定些 所以你看到 那些员工可能是 那些年资可能是十年 非常之前的 十几二十年 有些是十几年以上 才开始上资深员工 但是科技业就不一样 科技业可能就是三年 就已经成年了 是的 刚才说到办公室的文化 我也分享我自己公司的 一些政策 或者做法 给大家知道一下 参考一下 其实很多是沿用打工的时候 留下来的 觉得是好东西 自己用的 例如 第一个就是 我上班不打卡 是不打卡 收工也不打卡 可能因为我现在 公司小 其实我以前 打工那间 都整三四十人 都是没有打卡 这件事 我觉得是 挺好的政策 对员工来说 你不要说 欠了少少时间 趕头趕命 然后月尾又说 没有了什么 勤工抢 那些东西 我觉得很棒 这个feel 比员工觉得很棒 但是 总会是有好事 其实未必 你不打卡 之余 会不会有些人 专门找这些好处 迟他十几二十分钟 那些 你又没得追的 没有记录 回到十点 那我没那么夸 一个责任的问题 其实公司 公司来说 他希望就是 你自己要自我管理 有责任感 有自律 他另外一个群众 大家互相去管理 其他同事会看好你 大家都准时 为什么你不准时 是不是 如果老闆都要出面 骂你 其实没有人 不如大家有一个氛围 去管理 其实真的很少人迟到 是自自然 很少人迟到 这件事挺特别的 我觉得 那其实 当然有些 就是特别面皮厚的 是不是 那些就很难搞 就是 很喜欢迟到 例牌性的 他是有一个制度 挺好的 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那他就是 那我以前是一个做早操的 一到时间 就开始做早操的 那当然不打卡 但是如果你是 做早操之前 来的话 你要给一个 一笔钱 OK 有人扣 给50元 100元 这样算 就不会迟到的 人工不够 但是你给这笔钱 这笔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金 哦 是的 存在存在 是 那都会排名的 每个星期统计的 哇 你贡献最多 你这个星期是怎样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 不需要老板一个一个这样 骂你 遲到的 你又遲到 那都没有人 那用一个制度去管理 非常有效 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参考 我觉得很过瘾的 我们公司 有没有打卡 以前有些大公司 就不是真的 好像香港 大家印象之中 要拿一张卡 放入卡机那里 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一般来说 比较有 大型的企业 就是有张员工证 员工证是一张感应卡 就是一般来说 大家上班 可能开电单车 或者开车 下去公司 停车场 就算打了卡 哇 那这些真的 很科技化 很科技 是的 或者是 都没有什么人性 哈哈哈 是吧 就是 跟机器 就是比较快 是的 但是小公司 就比较不会这样 小公司 又是回复 好像 我觉得有时 尽量利用人性互相的正面 去管理 是比较长久 和气氛会好些 你说 好像你说 那些 多少人说 你帮我按 提早给一张卡 你帮我按 他们都有拆招 有可以 又有感应 又只是打指摸 会放CCTV 在那里 所以你做很多这些东西 放你放开 就是成本太高 是的 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 尽量利用到人性 或者互相同事之间的克制 是好事 是好事 还有大家比较温柔 是的 福利金 辞责有福利金 大家有傻 大家happy 大家可以多谢你 是的 他犯错之外 他会被人感谢 究竟是 心情是怎样呢 他慢慢就不想做这些事情 是的 会知道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 还有说到福利来说 在台湾有很特别的 香港应该好像没有 员工福利委员会 哦 福委会 我们简称的福委会 这间台湾公司都有 是的 其实呢 它的制度是这样的 如果比较大 大型小小的 有制度的公司 它有个福委会 是的 然后呢 有好几种目的 最简单的就是 你拿 即是 每个月月尾出粮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些粮单那里 会是扣一些的 可能是百多元 扣一些 这样的 其实呢 这个是叫做福利金 嗯 那么就扣了 在你人工那里扣了 嗯 但是呢 以前我一上班都不知道 哎 为什么少了一块 那些资深的同事 噢 是啊 这个等到你三折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哦 然后跟着呢 原来呢 就是这样的 公司也会出 员工也会出 这样的 数据 因为台湾流行这样的 三折 嗯 端午啊 中秋台过年 是 然后呢 Catherine 就会有礼券 Evet 百括公司 或者什么大卖场的礼券 或者有礼物啊 真的 送给 Cemiu Station 上洞实了 那样的 如果有三折礼券 福利金也有很多用途 有些員工旅遊都用福利金 甚至是出國旅遊 還有同時間的生日派對 也有補助 這個制度挺好的 還有聚餐 一個月有一次公司會出事 每個部門有一個quota 可以申請 這就是一個 還有福委會的另一個功用 他會跟很多外面店家合作 會談的 我們的員工拿我們員工卡 去那間餐廳吃飯打九折 有優惠的 福委會的人幫員工爭取福利 我們跟這間公司談一談 我們員工可否打個制度 很多的 很多的 看見那些餐廳貼上廠商 職電 那些 好像剛才阿傑說的 那些比較大型企業 更加 在那個地區拿掌卡 是橫著離走 這句話我可以補充一點 因為我搞個足球場 我當時跟這些集團 或者大公司聯絡 都是跟福委會聯絡 是 補盛集團 福委會跟我談 然後他們找了八個員工 來我去球場玩 你只打個接給他 打個雙贏 就是大家很開心 是 那時候中科 都是跟福委會聯絡 類似的 很happy 香港又沒有 你們知道 我們不知道 香港好笑 但是至少我打工這麼多年 在香港沒試過 是啊 我連那些餐廳 有什麼公司優待的 什麼都沒有 是啊 沒有 香港你就算認識的熟客 自己有都未必打接給你 認識的熟客 可能還貴一點 還貴一點 不過香港的東西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香港的東西不要說那麼多 剛才阿丹尼講到福利委員會 我可以補充一些東西 我們以前舊公司 它有一個制度挺好的 是 那就是 譬如同事之間 有時候請假病假 公司不是會扣人工的 是 我這間公司是挺有良心的 是 它扣了員工請假的錢 那些人工 它不是自己收回公司用的 是 它扣了那筆錢 就扔到福利委員會的基金裡 是 它意思就是 就算這個員工沒有上班 但是它的工作其實沒有少到的 有時候 是其他同事幫他分享 那它認為這些錢不應該 他請假 公司就吃了 沒有可能的 很不著數 要幫他那些人頂 那些 那它就扔回福利委員會的基金 這個就真是很厲害 是吧 那員工最起碼不會結構 你有請假 那人家那份量都交出來 奉獻給大家 相對來說 就是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利用人性去一個管治 管理 是挺好的 其實這樣 因為很多 例如網上看到 最近就是一例一 一例一 一例有 不是一帶一路 很多人都說 老闆黑白 怎麼壞 其實網路上一片 都是罵老闆多 是 其實你打這麼多年 或者你都打這麼多年 或者認識這麼多老闆 其實你覺得台灣是 黑服的老闆多 還是人性的老闆多 其實這樣就行 沒有統計 我先說 始終在台灣時間長一點 其實第一 有分區 北部 就是 新竹以北 那些 其實就是服務業 和電子行業 比較多 那些其實是 比較現實一點的 那些老闆 雙來講會計得很精 沒有中南部 那些人性化 中南部 就是 新竹以南 到高雄 平東 那些公司 是比較人情味一點 不會計得這麼竹 有時候 你 不會說 又扣多少東西 各樣 分享幾好 就是氣氛幾好的 有時候 老闆或者買多東西吃 大家分享 或者 就是不錯 所以你說好的老闆 和老闆第一 有分區 那行業又不同 是不是 有些行業的老闆 可能 浸過鹹水的 又或者找些 香港的 大頭過來看 那這些公司又不同 那 如果純粹是 台灣的老闆 來比較 我覺得八成以上 都不錯 八成以上 都不錯 因為 他們本身都是 有些年紀 那些 都熬過苦 都走過 台灣很多黃金 歲月的東西 幾多都會 看得開 所以八成以上 我接觸的都不錯 對我來說 我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 就會比較跟著 一些規例來走 很死板板的 台灣公司 就會比較 人性化 靈活一些 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所以都不同 一樣的文化 大家參考 不要經常一面倒看 那些網絡的東西 未必是真的 打過偏野的人 可能一輩子未打過工 趁身體驗過就知道 不過很多東西都未講完 這些打工的東西都不少 對 即場的東西其實很多 因為我們熟悉的是餐廳 餐廳有很多故事 其實 盧依都可以講一下 對 下次 下次 下次再講雷 雷的相關話題 好的 拜拜 拜拜